大家好我是DJ阿周 这次到大陆行呢 我在长沙总共住了三间饭店 第一间呢是比较不OK的 那是路过的 只是单纯一晚 住宿那个饭店一晚之后 我们就转到张家街去了 那从张家街玩完之后 就回到 那目前荧幕所看的这家饭店 这间饭店呢是在位于五一广场附近 在五一广场对面的 那全名叫做长沙 豪利维亚万代大饭店 这间是新级的饭店 我觉得 我们在台湾买住宿直接在台湾购住宿 花了1357元 购买这间饭店的房间一个晚上 我们在这边住了两个晚上 觉得在这边很OK 同时 拍下影片让各位看一下这间饭店的样子 这间饭店呢 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中庭 现在看到这中庭 这个中庭的底下的位置呢 就是7楼 7楼这边呢 正好也就是他们的接待中心 他们的 大堂的位置 我们如果到的话 先到7楼去办入住手续 之后再 拿着房卡就可以上来 这间饭店呢 它本身有 有三台电梯 这三台电梯都非常非常的干净 而且明亮 那我们今天住宿的地方呢 说实在的 它这里呢 感觉上 有对外窗也有中庭 对内中庭的房型 那如果说你是买在靠马路的 你记住 来到五一广场 你一定要记住 这边 长沙 标版的就是 不夜城 所以说它整个晚上啊 都是 会很吵杂 你要心理准备 到晚上 12点才能睡觉 好了 来看一下房型的样子 这就是 他们 帮我们升等的房 如果有空房 他会帮我们升等 那很幸运的 帮我们升等到这个房间来 房间内我们 照以往 就是希望两张床 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设施 大概就是这样 电视机一定会有 还有一个 书桌 还有一个 小型的餐桌 那两张床 来我们看一下浴室的部分 这个浴室呢 就跟星级饭店一样的浴室 那我们选择的这个地方 它升等之后呢 是没有浴缸的 不过是有连 烹头的方式 该有的东西都有 对这间饭店我觉得 他们给的热水真的很烫很烫 非常的烫 如果冬天来是非常的适合 那这个该有的 设备 都有 包括免制马桶也都是有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走出来之后呢 会往这边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小型的冰箱 这冰箱里面有提供的两瓶矿泉水 外加饮料 这个饮料呢都可以免费的 供 住宿者使用 同时这边还有另外两瓶 等于说一千房间 他给你四瓶还 不错的矿泉水 那这是烘焙机 怎么开我研究了半天 还是开不了 不过后来我是有打开了 那部分就没有拍给各位看 这个整个万代酒店呢 它本身的一个设施呢 在14楼的这边 记得14楼它这边 给 住宿的人呢非常的方便 为什么呢 是因为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洗衣间 这洗衣间呢是有开放给 住宿者 来这边洗衣服 有四台 外加一台小台的 那这洗衣机本身都有烘干的功能 除了这台右边这粉红色 这台小台的没有 你会看它整个功能 非常的方便 同时这边有一个大的 这个是烘衣机 不过 只限 一个住客 使用 那个时间会用比较长 而且这边还有 提供你 洗衣服 相关的洗衣粉 洗衣精等等的 那如果手脏这边可以 稍微洗一下手 这间 洗衣室的隔壁呢 你会发觉这边还有一个 健身房 健身房也不含糊 里面的东西呢都是 蛮 适合 喜欢运动的 来使用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设施 说实在住这间饭店给我的感觉啊 真的是 物超所值 不过他们这边的饭店呢 在礼拜六 礼拜五晚上都会加价 这边会讲一下 我们来的时间是 平时 所以说价格会比较便宜 我们订的是比较便宜的房 照网路上人家建议的 你可以订比较便宜的房间 他如果有空房他会跟你升等 那所以说你也要跟他赌一把 先前提到这个饭店呢 我们花了 1357块 那是有含早餐的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餐厅的部分 这边餐厅呢 他一样有熟食区 那也有现煮的 现煮的 等一下再带各位 过去看一下 甜品区 大概是这样 该有的吐司啊 烤面包机啊 该有的都有 这是用餐的一个环境 还不错 这边有蒸的 蒸的馒头啊 包子等等的 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那熟食区我们就跟着一幕 常常去看吧 有炒饭也有炒面 同时有这个我最喜欢吃的玉米 和鸡蛋 那在这边会看到老长沙臭豆腐 旁边是地瓜 真是培根啊 对一般星期饭店会准备的早餐 都差不多就是这样 走过来这边呢 会有一些 咖啡 豆浆等等的 那同时也会有茶品 那喜欢喝什么就喝什么 这边大概就是 一般的 饭店的早餐 那这边会有 热热的 白粥 他们这边的餐具 大概就是像这样 有稍微的高温 烘焙 烘焙一下 不是烘焙 假温高温 一下 继续逛下去吧 继续看 还有哪些东西可以 就是喜欢喝什么热品的 这里 好的 往这边过来看 你会看到 这边有一些 就是 餐具的部分 那就是水果 早上吃一点水果 一开的时候 不小心带了一颗苹果枣 好啦 这是 一些他们这边 一些凉拌的东西 配合白粥 还蛮对味的 沙拉霸的东西 这边是我的最爱 就是早上要来一个 肉糊糊的 缩粉 这个调味区呢有很多 看到这边有放了很多的茶菜 吃缩粉一定要放在茶菜 还有一些醋 可以了 您的可以了 可以了 您的可以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给我个米粉 啊 有米粉吗 好的 稍等一下哦 那是馄饨吗 这是馄饨 要稍 反正说的好 慢一点 好 没关系 我不敢 你要馄饨吃面条 我要馄饨加一点那个 刚才五块 馄饨加面可以的哦 好 你是要馄饨加什么 馄饨加那个细的 加细的这个 对对对 这个叫米粉哦 那个叫什么 叫米粉 米粉 谢谢 好 稍等一下 好 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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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忙哦 有人煎鸡的 五块 反正加面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放了 放了 好 煎鸡的 好 哦 就吃饭了 我们吃饭了 见过了 那时候吃饭了 有这个要事嘛 要做什么 bunun 有什么 就叫妈妈 蛇 妈妈 妈妈 不是 翻了 不是的 不是 我说 有什么 有什么 好 还有 火锅 炒出你的炒 好 àng还要炒大一点 这个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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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那块厚粉 那块厚粉就这个一模一样的 好 炒一炒 我現在在餐廳,拿了一大碗米粉 外加餛飩,我還用最喜歡的炸菜 那邊有煎的雞蛋可以放進去 早餐吃兩顆蛋白質,換了兩個蛋 你也可以學我這樣放蛋法,放了十顆二十顆 它都不環燉 除了這個,我當然是來到大陸一定要吃的油條 油條 今天叔叔這間的早餐還算OK 我有拍攝 那同時呢,最經典的長燒的臭豆腐 我拿了一塊,品嘗看看 當然到湖南一定要吃他們的豆腐乳 另外還拿著包子,還有玉米 還有一個培根 那還有這個甜的 旁邊小孩子,很開心的 拿著他的餐盒要拿東西 因為那個餐盒上面有卡通圖外 特別興奮 我另外拿了他們的一些涼拌的東西 像這個蘿蔔乾 黃瓜 還有這個小黃瓜 那這個不知名,看起來有點像芒果 我先吃吃看 阿米瓜 阿米瓜 阿米瓜醃脂 另外還有豆皮 豆...豆絲 來啦 要吃早餐嗎 對 終於把剛剛拿過來的東西給吃完了 這個呢 臭豆腐 吃起來好像有點豆干的感覺 但是實在太辣了 所以說我只要兩口吃不下去 玉米吃完了 其他東西也都吃完了 最經典的是這碗麵 一大碗我竟然把它吃到剩下這樣 我覺得自己調味真的是不錯 尤其加了它那個榨菜 真的是 我還加了小炒肉 還有加剛剛做的榨菜 那調了一點 放了一點醋 他們這邊的米粉 這叫米粉 我們那邊根本叫麵條 米粉 還有推薦各位 這小炒肉上面的這個 那個辣椒把它移到旁邊去 這個 來到湖南一定要吃他們的 這個豆乎乳 經典 雖然有點辣 但是不是很辣 它最辣特別 有感覺下去 有一種 說不出來那種感覺 而且 它那個辣真的不會辣 你問說 韓國麵有沒有蘇丹紅 那個不是我能掌控的 就如同在台灣 我要吃到蘇丹紅 也是務實 來這邊 頭部 不提那個 算了 反正那都是 上面的官員 有沒有法官法 還有 有沒有黑心的 三文 只有這樣而已 把剩下的都打得吃掉 不要浪費 五中五下 來到陳沙早上 一定要 像我現在這個一樣 縮 一碗粉 用完餐之後 他這邊看了一下 還有冰淇淋 早餐還提供你冰淇淋 可以來這邊使用 同時呢 早餐也一定會有 所謂的酸奶 好的 以上影片就是DJ阿州 在大陸長沙這裡呢 這間非常非常不錯的 長沙豪利維拉 萬代大飯店 所做的一個報導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同時幫我分享給你親朋好友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收到我最新的一個訊息 我們後會有期